好来看到慈激大学与儿童发展家庭教育学系 YABI儿童剧团奥德里传奇 将陆续在3月10号光复国小 3月31号吉安国小来演出 并在3月26、27号在慈激大学举办盛大的两场公演 而这两场公演3月12号开始在花莲的圆摆 加勒福等16地势开放的锁票 详细的时间跟地点请锁定观望 18年前为了让偏乡地区孩童 也能够有观赏儿童剧的机会 慈激大学儿加系成立了亚比儿童剧团 每年以不同的主题传达重要观念 我们大概在18年前我们的第一届学生 觉得花莲县的很多偏乡的小朋友 都没有机会看到儿童剧 所以他们就发心想要开始 为花莲县的国小跟学龄前的小朋友去 让他们都有机会看儿童剧 所以我们这个亚比剧团的一个愿景 就是希望让全花莲县的所有的小朋友都有机会 然后看到我们学生所演出的儿童剧 从包含早期刚开始的写剧本 然后再来就是开始的舞台 演员的训练 然后肢体动作 然后道具 画布景 然后甚至经费怎么和销 然后怎么行政的一个组织 然后企划等等 都是由我们的三年级的学生来做的 对就是从一出从无到有的戏剧 磁大尔加系108集38位同学 从编写剧本 排系走位 服装道具 音乐 灯光 音控等 历经8个月努力 奥德里传奇终于完成 今年主题包括了病毒 人生安全 霸凌等议题 奥德里传奇独走是以儿童安全与健康为独走 那因为我们结合了疫情 新冠肺炎的疫情 疫情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 也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而加系是助人工作客系 我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互动以及合作 因此我们也在剧情流露的人际相处的议题 希望透过戏剧传达相关的家庭教育理念 我们以行动支持偏向合一教育 希望能够带给观众更多的请思 压比儿童剧团 奥德里传奇 3月10号在光复国小 3月31号在吉安国小免费入场 而3月26号27号在慈基大学校内有两场公演 这两场公演从3月12号开始 在花莲远东百货 加勒福等地方有16个地方可以免费锁票 详细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上儿童剧的观望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